透過監視器畫面可以看到 民眾開著一輛白色客貨車 停進監禮站停車場 這時候監禮站人員正在巡查 恰巧發現民眾的車牌 竟然與正對面的客貨車的車牌 一模一樣 而且不只車牌 就連款式和顏色都一樣 監禮站確認前車的車主是盜用 立刻報警 那先看一下當時的情形 事發在彰化監禮站 警方獲報後 通知懸掛未造車牌的車主到場 赫然發現該名車主因為酒駕 正在參加微微道安講席 就這麼剛好正版與盜版的車主 剛好都到監禮站 還這麼剛好停在正對面 車主這下被帶 除了被依違反盜交條例 開罰一萬八千元 也被依未造文書罪嫌 移送法辦